剛剛看到一個女生拿了這個 剛剛看到一個看起來像韓國人的女生 她拿了一個這個 喔!好爽 她很容易就化開來咧 喔!好痛! 哈囉!大家好!我是明理 今天呢沒錯又是一起跟著路人買Olive Young 今天我來到的是東大門旁邊的這間Olive Young 之前我有進去過一次也算是一間蠻大家的Olive Young 裡面也有一些國際的品牌 像是Urban Decay 雅西蘭黛之類的 那現在看起來呢雖然裡面客人沒有到很多 然後我也不太確定東大門這邊會不會有很多韓國當地的女生 但是呢因為之前做過幾次跟著路人買Olive Young的結果都非常非常好 都買到很多好物 所以其實我覺得無論是跟著的觀光客還是當地的女生 我覺得我都可以挖掘到一些還不錯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很快進去吧! GO! 剛剛看到一個女生拿了一個桌子 剛剛看到一個像是爸爸的人 他應該是來幫別人買的吧 買了一個這個 上面寫Lib Plumper然後Max 有點害怕 剛剛看到一個年紀很小 然後看起來有點像換鞋的小女生 拿了一個這個Keyo 雖然我不知道他拿的色號是什麼 但是我看外合很像是這個色號 剛剛看到一個看起來像韓國人的女生 他拿了一個這個跟一個這個吧 我來挑一個買 買一個這個防曬棒好了 剛進來的時候原本很沒人 就現在人變得超級超級多 決定要上樓看看 因為樓上會有一些不同的品項 剛剛看到一個女生拿了一個這個 有看到這個貨架縮了一點嗎 好像有看到有人推薦 我來買一個試試看 剛剛看到女生拿了兩罐這個 看到這邊貨架都空了一個一個吧 然後我也來拿一個 看到一個穿著很辣的貼架 他拿了全包這邊 你看這邊都已經空掉了 這是辣魷魚嗎 好我來吃吃看 我剛剛都買完了 現在都在我這個大包包裡面 那我們就回台灣再試用吧 好那我更買的東西呢 都已經在這個籃子裡了 這次呢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就近了選擇我飯店附近的Olive Young 原本一開始進去的時候覺得客人有點少 擔心會更買不到一些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品項 可是沒想到我去的那間Olive Young 也是韓國人跟一些觀光客都有 我覺得觀光客也不是都是 掃那些網路上查到很有名的品項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東西應該是 參雜了一些韓國女生自用的品項 然後也有一些觀光客比較會買的熱門品項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試用吧 那在開始試用之前呢 想先跟大家分享最近超級熱門的 Castify Essential系列的波紋手機殼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覺得 手機殼也是整體穿搭造型的一部分 那我自己會喜歡簡單好配 但是有一點點小設計感的手機殼 最近我對這個Castify的白色波紋手機殼 真的愛不釋手欸 因為我平常很常拍那種 對鏡自拍的穿搭照嘛 可是跟我任何造型配都非常的百搭啊 出去旅遊的時候可以搭配他們的 同時呢又可以隨時拿起手機 想要到處拍拍的時候就很方便 而且給你們看這個白色的手機殼 我拿到現在已經用了三個多禮拜了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一點點的髒 而且我從來沒有擦它過 用它的時候也是超級隨意 就是化妝的時候也會摸它 但是它真的真的超級耐髒的欸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超級白色空 但是又很擔心手機殼會很容易髒的人 這個超級推薦 另外這兩個顏色我也很喜歡 讓我陷入嚴重的選色障礙 這個櫻草粉色啊既粉嫩又可愛 如果穿搭可以配一整套的話 完全就是超精緻女孩 可是我覺得跟我現在這種灰色 比較酷酷的穿搭也很配 另外呢其實我也是個超級藍色控 尤其這種很粉嫩的水藍色 我毫無抵抗力 當初在選要套哪一個手機殼的時候 我也是猶豫很久 不知道是要套這個天空藍還是要套這個白色 除此之外呢他們還有這個可以搭配耳機殼的多功能背帶 像是日常通勤啊大家應該都會想要戴耳機加戴手機吧 這種兩者合一的背帶就很方便又很實用 那天空藍這個顏色除了有手機殼之外呢 也有AirPods的保護殼 而且它有一個扣環可以扣在包包上 這樣子就不怕弄丟了 Kistify的手機殼呢在官網都買得到 我會把我的專屬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來看 第一樣產品呢其實這個不是跟買到的 就是我自己很想試試看誰買 Toridan的軟膜 然後我買了兩個款是一個藍色一個綠色的 那我最近有在測試大概總共三款軟膜吧 所以呢今天我就先試一款 然後另外一款我再自己留著慢慢測試 我覺得這種軟膜的好處就是 因為像我敷面膜啊都很容易發生 面膜紙布服貼臉部 或是說像我自己其實比較有問題的是這個鼻翼的地方 可是真的很少面膜連這個地方都有辦法敷得到 或是說很服貼 那像這種軟膜啊它就是比較不挑你的臉型大小什麼 就是抹上去然後等它乾就可以了 它裡面呢是有一包這個軟膜粉 我敷的這一款是看起來像是有一些鎮靜積雪草的成分在裡面的 通常這種單次性的軟膜啊 它就是會附給你一次用的軟膜粉的量 就把它倒到這個碗裡 然後呢再加入適量的水 我最近實在是超迷軟膜的 就是每天洗完澡之後我都會問我男朋友說 要不要來敷軟膜 所以我真的很沉迷於這個軟膜撕下來的那種爽感 那這個軟膜的質地呢大概是要像這樣子 它是看起來比較偏平滑看不到顆粒的 質地大概像這樣子的感覺稍微有點黏度 然後這個湯匙也是它內附的 這個呢一定要厚膚不需要客氣 就直接把它勾在臉上就對了 真的是超療癒的 好爽 好像水加的有一點太少了 這邊有一點抹不太開的感覺 好剩下的它已經有一點點結塊了 嗯怎麼會這樣 好我沒有敷的很完美 因為它這個我剛剛中間只是稍微去拿一個髮夾 然後它就乾掉了 可是我拿髮夾大概也才5秒10秒的事情吧 然後我再加水去混的話 你看它就會這樣子通通都結塊了 跟一開始這種平滑的質感差很多 我記得我之前用其他的軟膜啊 我中間如果敷到一半我想要再加水的話 它也不會這麼容易就結塊乾掉 不確定是不是我一開始的那個水量真的抓太少了 我之後再來試用看看這個藍色黃 看看是不是它這個粉的問題 還是我個人使用上的問題 那這個呢大概就是敷到它摸起來都不會沾手 就乾掉的話就可以撕起來了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這種軟膜啊 敷完你的臉不會濕濕的 就不用再等精華液吸收進去 你可能隔一天有比較重要的活動 或是你的皮膚最近真的很不穩定很乾燥 你想要有一個急救型的面膜 我覺得就很適合用這種軟膜 用完臉就真的會很彈啊 然後會有一種油水平衡的感覺 那這個Tordon的軟膜敷下來啊 除了剛剛有這個質地好像沒有掌控好的一些小問題之外呢 目前敷下來是覺得還蠻OK的 但是啊它就是我覺得它那個粉的味道比較重 就這種軟膜我覺得有時候都會聞起來有點像是超阿貴的味道 就敷在臉上如果有人不喜歡的話 可能就不是一個那麼愉悅的體驗 然後另外再來呢就是我覺得這種軟膜啊 如果你只是這樣子單個單個買的話 我會覺得性價比沒有很好 如果我自己喜歡的話 我可能是會想要買比較大包裝的 可是不知道Tordon現在有沒有在賣這種比較大包裝的軟膜 可是現在敷完 怎麼覺得我的臉好像沒有到超級保濕的感覺 就是摸起來有一點點 有一點微乾微乾的 好下一樣產品呢 一樣是Tordon的 這個是他們的護唇膏 然後這護唇膏其實我之前也有在All of Young的推薦上面看過很多次 那我記得這個也是我跟著一對韓國情侶 然後那個女生有拿了一組這個護唇膏 其實這次跟買好像有很多那種看起來像是韓國當地人的情侶 都穿得很隨性假腳脫啊T恤什麼 然後就出來買化妝品 剛好我現在嘴唇還蠻乾的 阿是長這樣子的 他的頭是我比較喜歡的這種斜面的設計 覺得這樣子可以比較服貼嘴唇 它很容易就化開來了耶 很像奶油一樣附在我嘴巴上 我覺得這種護唇膏有時候也需要看它的香味是不是我喜歡的 因為你知道這種護唇膏一塗多了 你就難免會吃到它的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這應該就是蠻我覺得蠻正常的護唇膏會有的味道 然後它是沒有額外添加人工香精的 那這種護唇膏其實我只有幾個評斷的標準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包裝容不容易塗抹 因為護唇膏感覺是一個比較需要一天補擦很多次的 那如果它很容易弄得很髒亂的話 你就用起來就不是那麼方便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香味 你會不會不喜歡吃到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最後一個就是它的包裝可不可愛 或是它好不好攜帶等等的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是都符合我以上的所有的條件 然後價格應該也是不會太貴吧 如果還有這個一加一的組合的話 買下來應該是還蠻划算的 然後目前使用下來我覺得 在嘴巴上的這種滑潤的感覺我也很喜歡 有點油油的可是呢 不會黏膩不會牽絲 好的那下一個呢 是Bring Green的防曬棒 這個是我看好像他們是有兩三個女生 感覺是那種中午午休出來買個午餐 買個東西之類的 然後他們都穿的比較像是那種上班族的衣服 因為這個Bring Green的櫃 它比較靠近Oligan的門口 然後我看到這幾個女生 其中一個女生她在門口沒有晃沒多久吧 就拿了不只這個防曬棒 還有拿了另外一個好像是防曬氣墊之類的 就那邊有一整個這個Bring Green的防曬系列產品 那我就只挑了一個我覺得我比較可能會用到 比較會喜歡的 然後這個防曬棒呢它一樣是這樣子一加一的組合 會有一個防曬棒再加上一個替換妝 我已經有在韓國的時候用過幾次了 它是這樣子淡綠色的 然後這個膏體是被我們用到有點這樣凹陷的 那這種防曬棒啊它的好處就是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塗抹 因為像我們在韓國的時候 太陽真的還蠻大的 然後走到外面一整天啊 都會需要這樣稍微補擦一下防曬 那這種防曬棒比起防曬 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方便的選擇 那這個呢它說它是 茶樹鎮靜的成分 然後說它是 就是抹在身上或是抹在臉上 應該是有一點點涼感的效果 但是我剛剛抹在手上啊 只有很些微很些微的涼感 很多人都跟我說這種涼感的成品 你一定要在比較熱 甚至你要有一點 流一點汗 才會感覺到它的涼感嘛 但是這個 我有在外面流汗啊什麼 我都覺得沒有到很明顯的涼感效果 那我也塗一點在我的臉上好了 看得出來嗎 就是它不是那種很油很油的 然後即使你這樣推的多次一點啊 它也不會因為你的體溫就整個融化軟掉 它的這個棒其實是還蠻堅固的 這真的是沒什麼潤感耶 不知道如果你是比較偏油肌混合肌的人 會不會喜歡用這個 用在臉上的膚感是還蠻不錯的 會感覺到特別特別的黏膩 還算清爽 那整體用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Bringring的防曬棒啊 就是一個 不知道用起來還不錯 可是好像也沒有到 真的覺得超好用 要激推要囤貨的程度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 它宣稱的這種涼感的功效 然後這種防曬棒 說實在的其實我覺得用起來都差不多 好那我去把我的底妝 眉毛還有一點點眼影都補起來了 今天呢我用的是這一款 CLEO的薄荷綠氣墊 這氣墊其實應該是我CLEO最不喜歡的一個氣墊 因為我覺得它剛上上去粉感比較重 然後看起來會讓皮膚有一點點小粗糙的感覺 我想說這種稍微比較清爽乾一點的氣墊 跟我剛剛敷完這個軟膜啊 還有那個防曬棒所製造出來的那種 比較符合夏天清爽的妝感比較像 所以我就用這個CLEO的薄荷綠氣墊 然後我是覺得剛剛的這個Torridon 軟膜敷下來啊 是真的沒有什麼保濕的效果 然後鎮靜的效果我覺得是也還好 不過我本來就沒有什麼很嚴重的 因為那種皮膚發炎造成的泛紅 好我剛剛就畫了一個很淡很淡的原因 因為呢下一個我們要來測的是 這個COSNERY的睫毛膏 這個呢也是我看一個韓國女生 她也是打扮得比較隨性 然後在睫毛膏那個櫃位徘徊超久的 很多OLED都會有一個專屬的睫毛膏的櫃位 然後這邊就會成列很多像Kiss Me啊 Etude啊或是這個COSNERY的睫毛膏 那我跟買到的這一款呢 她說她是Eyelash Tinting Serum 就她好像不是睫毛膏 比較像是睫毛打底 或只是稍微的幫睫毛上個色而已 她的刷頭還蠻細長的 她的膏體不會很濕欸 就是我這樣沾出來啊 我的這個刷頭上面不會都是濕濕的膏體 我覺得膏體的量還蠻適中的 不知道大家這樣子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的睫毛是真的還蠻平級的 就是我兩邊都大概刷了一層左右的妝感 我很喜歡她這個刷頭欸 她這個刷頭非常非常好抓住我的每一根細小的睫毛 就是我覺得這個刷頭真的蠻符合我的眼型 然後如果我是要刷這個眼尾的地方欸 是可以用她這個尖端比較細緻的地方 去刷到一些小細節 因為我睫毛真的是蠻短的 那我來稍微的疊個兩層 看一下她會不會結塊 好她是可以稍微的讓睫毛再更有存在感一點 可是呢也不會讓睫毛看起來有蟑螂腿 我還蠻喜歡這個COSNERY的睫毛膏欸 雖然我平常的化妝用不太到這種 比較像是睫毛打底膏的東西 可是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你是上班族 你平常的妝容可能就很清淡 但稍微的夾個睫毛 然後你就刷一點點睫毛膏 也不想讓她看起來太誇張 太濃密太鮮 就很像my eyelash but better 稍微的幫睫毛做一點加分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睫毛膏完全OK 然後她的膏體 真的就很像是幫你的睫毛做了一層染色的感覺 那也像我現在幾乎沒有化什麼眼妝喔 我覺得刷完這個睫毛膏 也不會讓我的整個眼妝看起來很突兀的感覺 可是呢又比剛剛稍微的眼睛更有神了一些些 而且她也很好把這個睫毛啊聚龍在一起 成這種樹狀的妝感 好那因為下一個東西呢 是一個唇部產品 那我們就先來稍微的看一下 這個Torridon的護唇膏效果怎麼樣 我現在嘴巴真的是還蠻滋潤的 然後讓她兒抽一下 現在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死皮 就這邊一小塊原本有的比較厚的死皮而已 所以整個唇部的狀態看起來還蠻不錯的啊 那下一個我跟買到的產品呢 這個呢是我看一個女生 她看起來像是混血兒 然後年紀我記得是那種 看起來有點像是國中高中生 她比較像是來觀光來玩的 然後她買了一個這個CLEO的水晶唇釉 那其實這個水晶唇釉我之前已經有用過了 可是我沒有用過這個顏色 這個質地我很喜歡 它是我目前用過我覺得排名數一數二喜歡的光澤唇釉 它的光澤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不會像是唇蜜一樣 一下妝感就很重的感覺 它的顏色是像這樣子 一個蘋果紅的顏色 然後這個我記得也是 安芋針在海報上面用的顏色吧 博釵一層其沙的妝感是 還算蠻自然的 然後如果想要光澤度再更強一點 就再稍微的疊加一點 這個唇釉啊 疊加在其他的唇膏 或是水霧唇釉上面也很好看 那這個光澤啊 會隨著時間 等它沉膜之後呢 就會越來越強烈 然後這個顏色啊 雖然看包裝或說在這個色系裡面 是一個蠻偏紅的顏色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還蠻百搭的 因為它是那種比較低飽和的紅 它不是那種很正紅很亮很橘紅的顏色 就其實像我現在超級的淡妝差 我覺得也不會非常的違和 不會顯得很奇怪 那接下來這個產品呢 我是真的非常的害怕 它是Banilla Code的Lib Plumper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Lib Plumper喔 它這邊有寫它是 MAXIE 就是最高等級的瘋唇效果 這邊有一個刻度表 這邊是弱、中、到強 它的瘋唇效果是強欸 那這個呢 是我看一個爸爸 他就在這個Banilla Code的櫃位前面 好像拿著手機 在幫他的女兒 或是幫他的什麼女生的 親朋好友在買彩妝品 而且他這個買超多的 好像一次買了四五個吧 就很好奇是 什麼樣的產品 需要讓他身邊的女生 要這樣子囤貨 那因為我之前有用過 Etude的瘋唇釉 然後那一次真的是 讓我的嘴唇陷入了無盡的折磨 我那天嘴唇整整蠟了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吧 就嘴唇很刺很痛 然後就連舌頭吃到 舌頭也都會有點刺刺痛痛麻麻的 它的包裝還蠻可愛的 是這種晶瑩剔透的感覺 那我們就是先不要上太多 就一點點就好了 好傷 My God 我看這個KILLO的唇釉是不是沉默之後 光澤很漂亮吧 Oh My God 我已經開始害怕了 先稍微感受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 刺痛趕來了 這好像沒辦法再差更多了 我們秉持著實驗的精神 上唇也來差一點 喔 好痛 我真的沒有在誇張耶 它已經到了一個我快受不了的程度了 好痛 我稍微冰鎮了一下 然後讓它稍微喘息了一下 這是我現在嘴唇的樣子 其實我是真的蠻明顯看到它有 蜂唇的效果 可是是不是我真的太少使用這種蜂唇產品啦 這種蜂唇產品都是要利用它這種很刺激性 然後讓你的嘴唇腫得像是吃完那種加辣的派克雞排 然後辣辣的這種嘴唇 媽 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個產品的人來說 這個是一劑猛藥 太猛了真的 這個比我之前用過的Etude還要恐怖 這個要趕快的把它再封印回這個盒子裡面 因為它實在是 我覺得需要貼上一個警告標示 接下來這一樣呢 其實是我之前有買過 可是我沒有用過幾次 我就把它送給其他人了 大家應該也蠻熟悉的 這個是So Natural的定妝噴霧 買它的這個女生啊 他也直接買了兩罐 而且是買這個大罐的喔 感覺上來囤貨的 這為什麼要那麼難按 那因為我今天呢 等一下會再帶妝出去走走什麼的 所以我應該是可以再跟你們稍微更新一下這個定妝噴霧之後的後續的效果 但是這個這個鴨頭是是正常的嗎 我這樣按出去的時候 它是往前面噴嗎 我覺得鴨頭對這種定妝噴霧來說是很重要的耶 因為說真的其實定妝噴霧我覺得效果都差不多 就是看你用起來方不方便然後這個鴨頭好不好按 但這個鴨頭也太難按了吧 應該不是我買到什麼瑕疵品吧 好那最後一樣呢我個人非常的期待 那就是 這個應該大家在韓國還蠻常看到的吧 起碼我自己蠻常看到的 這個呢是我在跟買的時候有看到一個穿著還蠻辣的女生 然後呢他買了不只一包 他買了好幾包 這個應該是魷魚乾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韓國的零食耶 應該是泰國的零食進口到韓國的吧 這打開來的香味 哇很濃耶 這份量會不會太少 這我應該10秒就吃完了吧 我們來吃吃看 哇 好啦 咬起來還蠻香的 它上面這個塗料啊就是蠻 有點像是韓國的那種辣的零食會吃到的味道 可是呢他這個魷魚會在你嚼的時候會越嚼越香 那個味道會慢慢的飄散出來 然後我知道為什麼 哇我現在拉到一個沒有辦法好好說話 好我知道為什麼他一次只做這樣子的份量了 因為其實他整個吃完是真的蠻鹹然後又蠻辣的 如果我人在韓國不是嘴饞想要吃點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我可能還會再去回購 可是整體來說呢他對我來說不是一個什麼太特別 或是真的很好吃的零食 就是一個想像的到的味道 好啦今天怎麼是一個那麼辣的一集啊 我也不覺得我吃完那個辣魷魚 之後嘴唇好像又稍微的再更腫一點 今天我要真的比較喜歡的東西 應該就是這個Cosnory的比較像是睫毛打底膏 然後還有這個我之前就有用過的CLEO的水晶唇釉 那我覺得1號色算是還蠻不挑人的 還有這個Torridan的護唇膏 我剛剛去吃了個飯回來 然後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半 大概距離我上妝6個小時左右嗎 然後這個定妝噴霧啊 他我不太確定耶 因為你看我臉上就是會有這些 剛噴完這個定妝噴霧 就已經有出現過的油光 但是呢好像沒有讓我的底妝再更出油的感覺 感覺用完這個定妝噴霧啊 還是要在當下趕快用蜜粉定個妝比較好 不然我覺得現在噴完直接出門的話 好像這個水光感油光感會有一點點太重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跟著路人買all young的影片 之前呢我也有做過好像兩集一樣主題的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資訊欄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幫我按喜歡 可以按正一點我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你們留言 那麼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